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金哥 这是我们农村散步的第四期 我们还是在这个农村里走 因为上一期走了 这个村里的三分之一左右 今天散步可能会有重叠的部分 因为这个村子 把我绕蒙了 每天如果不靠车的话 每天如果回家确实挺累的 都是上坡这里 然后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预告 下午我会去鸣鼓 因为我发的视频里面 有一个朋友说 鸣鼓乌 乡下脏得要死 因为 如果说日本的一些 像东京大阪 丰烛街 和人非常多的市中心夜晚 有垃圾 我会信 但是来日本六年多 走过了这么多乡下 脏得要死 田间到处都是垃圾 这种话 我是有点怀疑的 所以说去亲自的证实一下 查了一些车费 往返的话 差不多人民币要1000元左右 因为日本的交通比较贵嘛 但是我还会去选择 还会选择去 然后 把那个村庄走遍 然后拍个视频 长视频 然后分享给大家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那位朋友所说 嗯 田间 路上满了垃圾 我很期待哈 总之下周 我会去明古屋 然后拍两到三个小时的视频 拍完就立刻回家 然后整理出来 然后大家看到可能要10月上学了吧 现在这个小村庄我快 到最顶部了 大家可以听到我有点气喘吁吁的 走了很久 而且30度 31度吧 很累 然后我说一下 日本比较脏的地方吧 之前跟大家说过 越往农村越干净 这句话是我的感想 我也觉得是对的哈 然后什么地方脏呢 可能东京和大阪 市中心 人多的地方 到了夜晚可能会脏 人多了 数字 低的人就相对多了 再加上夜晚 大家看 看不到 可能就会 啪 随便扔个垃圾 是说东京跟大阪可能会脏一点 然后 大阪最脏的地方 西城区 那边有很多流浪汉 然后也有飞田新地 大家应该听说 我在那里也当过志愿者 所以也比较了解 脏的程度 可能跟大家想象的 还是有点不一样哈 有机会 我也会去那里拍 但是去那个地方 拿着相机拍 光明正大的 长时间拍 我觉得有点不好哈 因为那个地方 也算是 大阪市的一个 池路吧 这个池 可能用的不好 那个地方 原来也不叫 到那个地方 后来改了名 为了 改变大家对这个地方的印象 改了名嘛 这个春应该快 快结束了 很遗憾哈 没能看到金黄的稻田 收割的太早了 如果下周去鸣谷 正好是乡村 希望能有稻田吧 顺便给它补拍了 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 颜黄的稻田 兄太太 从这边 发射 一千人民币的车票 就是为了去验证一下 你说值也值 说不值也不值 但并不是每个网友说 你去那那里张 让我就去 城市里面市中心 风俗街周边夜晚张 我信 但乡村张 并且张到那种程度 我是不信的 所以一定要去探一个究竟 所以说这一千元 和时间花的 怎么说也很值 对面那个小小的水是琵琶湖 从这里看感觉不大 然后昨天上一期聊到了小学的问题 然后今天又跟老婆确认了一下 就是日本人口达调一定规模 一定会有小学 然后京都在巴赖川旁边有个小学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一共有学生 多少人 大家可以猜一下 答案让你想不到 一共有学生十多人 因为那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学校 我说十个人为什么不把那个学校给废弃了 因为那个学校到最近的一个学校 可能有三十分钟的路上 所以说还是上学不方便 所以说仍然保留到现在 一个年级一个老师 一个学校十十个多人 我相信大家的关系应该会很好 并且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偏僻哈 在京都市郊区 上期散步路过这里哈 又转回来了 房子都感觉比较古老哈 是以前的建筑风格 这种房子啊 容易有蟑螂哈 然后跟大家说了差不多有十分钟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 多多的评论 有什么问题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哈 视频还会继续一段哈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